Youtuber酷炫有一次就上传了一个影片 关于说他模仿小叮当 然后他练了整天都没有练到这个高音 那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本身用这个方法真的是可以练到高音的 那我先澄清一下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 那另外我以前唱歌的时候根本就唱不到高音了 可是我常常这样子练了之后 其实现在我是可以唱到高音的 还是澄清一下我不是很会唱歌的 那反正那个技巧是很简单 就是你唱这个假高音的时候 那你再试图把它拉紧 就是比如说 有没有有没有 好像拉紧那个拉紧变成实体 本来是假的 然后你再拉紧变成实体 或者有一点就是那种 这种 这样子结合起来 这样子常常练 驾车的时候也练 每次这样练 你就可能就可以练到这个高音了的 就比如说我就唱一首小小鸟 以前我是 我是一直想要飞呀飞 却飞又不高 以前我是这样子 现在我是可以唱到 想要飞呀飞 却飞呀飞不高 有没有有没有 不高 以前我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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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 比如说唯一 ansa 2 5 6 5 5 4 4 6 6 7 7 7 8 7 7 5 6 7 7 8 您就是 жизSeamos 没有有没有 摄影师试试看 先从甲构音 拉近 拉近 没有,你要先冲假高音线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用这个小铃铛声音 希望是可以从假音练到真高音